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个 也是等加速度直线运动 常见到的一个例子 那它的特性就是 第一个它的初速度当然不是零 因为它是往上运动 初速度不可能是零 那也是因为受到重力的影响 但是因为重力的方向 跟它的运动方向是相反的 因为它的加速度是往下的 但是它是因为往上运动 所以造成它减速 那我们假设把重力加速度 设成每秒平方十公尺的话 假设它以每秒钟一百公尺的初速 往上抛的话 那因为加速度是往下 所以造成它每隔一秒钟 它的速度会减掉十 就造成它慢慢的再减速 你看它往上抛了第一个一秒钟 它的速度只能达到每秒钟 九十公尺 那抛上去的两秒钟以后 它又再减十 所以它的速度只能达到每秒钟八十公尺 然后又再从这个地方 又再开始往上抛 所以到了抛上去以后 第三个一秒钟 它的速度又再减掉十 就达到每秒钟七十公尺 在这样的递减的情况之下呢 你可以算得出来 经过十秒钟以后呢 它的速度就会达到零 那达到零以后呢 因为重力并没有消失掉 所以它接着就开始用自由落体的方式呢 往下掉 那往下掉的话 它的速度又再开始恢复 你看它掉下来一秒钟以后的速度呢 跟它往上抛的第九秒钟的速度呢 是相同的 那因此你可以这样推算下来的结果呢 你可以发现 当它在静止的状态之下 掉下来的第七秒钟以后呢 它的速度跟它上升的三秒钟的速度呢 是相同的 那这样子推算的结果你可以发现 它在最高点的掉下来的距离呢 跟它从这个距离上升的这个距离呢 实际上是相同的 所以比如说它从这个地方往上抛 那它能够达到的最大高度呢 是五百公尺 那它在从五百公尺呢 以自由落体的方式往下掉的时候 它经过十秒钟呢 掉下来的距离也是五百公尺 它会达到同样的一条水平线 比如说像这个 它是一个垂直抛体 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就介绍到这里 哎呀 哎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